台南市警方破获卫造证件集团 主线勾结中国制图师 专门客制化卫造身份证 驾照还有健保卡 以最高2万元的价格贩售 不止有防卫标签 就连身份证字号 姓名和户籍地址 都是民众被外泄的个资 光用肉眼看 几乎无法分辨真假 而现在大选将近了 就怕有心人拿假证件投票影响结果 警方也将持续追查 原警守在车库外 门一打开 立刻上前围捕 离皮警力早就从顶楼重进入屋内 前后包夹 让嫌犯无处可逃 警方发现有人在网路上 兜售客制化假证件 不止身份证 还有健保卡和驾照 可能已经有上百张流入市面 不同种类证件 他们全都可以帮忙客制化 随着难易度 价格也有不同 身份证得特地贴上 网路买来的防卫标签 价格比较高 经过裁剪 湖北加工 转收每张最高就卖到两万元 竹贤将取得的外泄个资 连同买家照片 发报给中国制图师伪造证件 完成后再由电到电寄货到买家手中 真的身份证呢 我们透过了这个紫外灯里头呢 就可以看到说呢 这支有一个蝴蝶的呈现 然后而且还有防伪的这个荧光标志 伪造证件上面身份证字号和名字都是真的 连背面的条码都能扫出来 但一般人没有紫外灯照射 根本分辨不出真假 大选将近就怕有心人 携带假证件投票影响票选结果 对案到底有没有介入 势必得好好查清楚 记者前会轮台被唱报道